每年的四五月 鲤鱼潭处处充满爱的流光 今年由交通部观光局 花龙中古风景区管理处 所主办的2020鲤鱼潭赏银记 去看火金箍的活动 也将在四月二号开始 一直到五月二号 每个星期的星期五星期六 在鲤鱼潭油气区正式的展开 也从三月二十二号开始 展开了报名的活动 每年四到五月 鲤鱼潭处处充满了爱的流光 今年由交通部观光局 花龙中管处主办的 2020鲤鱼潭赏银记 去看火金箍活动 也将从四月二号起到 五月二号的每周五六 在鲤鱼潭油气区正式展开 因为我们鲤鱼潭的 这个自然条件非常好 所以灵火虫的生态非常丰富 包括其他的鸟类蛙类 都相当的丰富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在四月到五月的时候 办赏银记 那今年不例外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可是我们还是会按照 疫情指挥中心的缓缓措施来做 那务必让大家能够来这里 有一个安全健康的一个旅游环境 那这次的活动我们是从四月二号到五月二号 那都除了春节是从礼拜四到五 礼拜六之外 其实都是每周的五跟六 那欢迎大家能够来参访 那因为我们每天做两T次总共六百人 那我们会有一个志工老师来分对待 那因为防疫的规定 我们的都是一个小对峙的 那报名只要到我们的官网查询去报名登记 然后来到这边 我们会先做一些防疫措施 包括量体分啊 然后洗手 还有一些消毒 那之后如果有一些 也会欠这些参加者能够戴上口罩 那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很安全的环境下 来从事这个生态活动 这一次赏银志工导览全程免费 同时结合了台湾好行重古花莲县 从四月二号起 每周五六晚间的六点 有专车能够到达 民众购买赏银套票后 除了可以搭乘接驳专车之外 众管处也特别规划相关防疫措施 以保障游客的安全 希望让参与的游客有一个安全 愉快难忘知性的生态之旅 记者林杰 寿峰采访报道